欢迎订阅周浩桃子剧场 每日更新最新短剧 哎 他们说的也太难听了吧 大喜的日子别生气 那个房产证 怎么能支写我爸的名字 老人就是图个安心嘛 房贷的事以后有我 婚后你就安心在家 你说你手头紧 我让你给一万八彩礼意思一下 你讲价讲到八千八我忍了 首付我付了二十万 结果支写你爸的名字 你现在还要我辞职照顾他们 我这是搭上全部给自己 找了个保姆的工作呀 是 你看呢 像你这刻死自己父亲和外婆的丧门香 要不是我亲善倒铁都没人要 我要 像安安这么好的孩子 我顾家愿出一亿八千万的彩礼娶她 这是一亿八千万的支票 安安有福之女 无入无福之家 收好 安 像这种刻薄抠门 幼儿有教养的人家配不上 不 困难呢 你不闭嘴 哪来的吃的老太婆 这是百括演戏呢 随便拿出一张废纸 就说是吃票 真是笑掉大牙了 赶紧别滚 你别滚 那死丫头 你还不愿意我 初位做个见证 我离安和赵维正式分手 二十万反款还我 就让我们法院见了 你不愿意我 都不愿意我 城光那边不管被收购 加了一百一 四面为主 他们 撑不了大球 喂奶奶 出大事了 你现在马上过来 大队区 不不找拿 你害怕你外婆走的时候啊 我答应他们会好好照顾 有姑奶奶在 没人敢欺负你啊 慢慢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这就是我孙子 明天你俩就去把证给你了 奶奶我说过了 我不解释了 你的想法不重要 顾奶奶 你们在电话宴上替我解雷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我们不用这么做 是不是一亿八千万的彩礼不够啊 奶奶再跟你加两个亿 一亿八千万都满足不了 这个拜金女人的胃口 奶奶 您怕是脑袋又不信心 不好意思李小姐 我奶奶留间歇性老年痴呆症 老实幻想家里很有钱 其实 其实我刚从国外回来 没有房 没有车 没有工作 是个三五奶 你还愿意嫁 臭小子 怕玩起什么装穷的游戏来了 我陪我 我陪我 你吵响 你吵响 臭小子 这样敢说我又不要吃在这 喂 死丫头 什么时候搬出去 你外婆都死两年了 这个房子我要卖掉了 舅妈 这个房子有我跟外婆的很多回忆 你卖给我吧 奶奶 她一看心思就不纯 你怎么打 你打我干嘛 善良单纯 是我老人居家的孙女 我从小看着这么大死 你要是不肯娶 我就撕给你看 你 你 你 就算张伟把二十万还我 要买下外婆的房子 还是差十八万 李小姐她跟着我 是要过苦日子呢 她肯定不愿意 不愿意 哎呀好啊好啊 你们现在就去把证给领了 我我带着我孙子的后口本了 我就觉得张伟那小子配不上安安 时刻想捡个漏 没想到这个漏啊 真的被我捡到啊 太好了 没想到 我竟然和一个刚认识两个小时的陌生人结婚了 哎你等会 彩礼前你打这个卡上什么 我答应跟你结婚 但是 我要十八万才领 哎呦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先应付奶奶 等婚后 让奶奶彻底看见这女人的本质 再跟她 嫌我 把一亿八千万的纸表当成废纸 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真蠢还是蠢蠢 我不知道你对我奶奶做了什么她这么幸福 但是我跟你去啊 你千万别想着 能从我身上过来不去 我没有 哎你去哪啊 找工作 哎你等我我去汽车 哎呦快让我看看 哎你看 多般配啊 哈哈 好极了 哎 哎我摔媳妇呢 我刚领完身就先走了 你臭小子 我警告你啊 安安已经是你妻子了 她是个好孩子 你可要好好待她 哎相处久了啊 你会喜欢她的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喜欢上那个虚伟 奶奶 迟早有一天 你也会看清她的 奶奶看中的人 肯定不会错 我呀 肯定看着自己打了我 结婚证啊 我先没收了 哎呀 什么你小子哪天啊 都都给我离了 但你 到底谁是您亲孙子 好酷的车啊 肯定很贵 顾玉白 顾玉白 你去哪儿找工作啊 我送你啊 顾玉白 不懂这事啊 先向人跟着吧 不需要 我们都结婚了 你不用这么见外 算 要是不让她送 估计这个女人 可以一直跟着她 50路口 顺路吗 顺路 既然我们结婚了 以后这个就是你的专属头盔了 干什么 我帮你的 我帮你的 我帮你 你可以抱着我的腰 走了啊 哎呀 我先别拍 我去吧 你跟着我上班啊 确定是这吗 这也没什么写字楼啊 前面我要弯就是了 那我送你過去 哎不用了不用了 我面試前有點緊張 我走兩步調節 嗯好吧 那我加油 相信你 那我走了 嗯 一會兒我將卡上 大十八萬 那個女人不是我我說太太啊 她居然把這一個億的信息支票 當成變遷值 這是太暴凌天悟了吧 開車 提升一級的 怎麼今天大家都在補妝啊 安安 你還不知道吧 故事的總裁溫仁能要來我們公司了 那可是 鑽石王老五中的王老五啊 投資界的點睛勝手 年紀輕輕就是龍川市的首富了 而且啊 他長得巨帥 要是能被他看中 下輩子直接就躺贏了 安安你也收拾一下吧 來我給你噴點香水我 公司是讓你們來上班的 還是勾引男人的 沈舟管 噴再多香水 也蓋不住你身上那塊子純蒜粉 之前客戶選了你那個垃圾方案 就是因為你會勾引人吧 靠水客戶來拉業績 李安安 你可真是夠賤 沒有 你有什麼不敢承認的 你被退婚的事全公司都知道了 一個不知道被多少個男人玩剩下的破鞋 我該給人事 沈主管 請你說話放尊重點 尊重 那是跟有身份的人講的 像你這種月薪四千 點個外賣都要搓紅包券的窮人 有什麼資格跟我談 像你這種 好 你幫我找一位 都看不到你才的臉 哎 天呐 故事总裁的手表 我在杂志上看到过 劳瑞士的保罗纽曼 价值要1.2个亿 啊 不贵 哇 我对富人的世界还真是一无所知 花1.2个亿就买块手表 光看这个背影啊 我就觉得他不仅多金 长得还帅 太帅了 哎 这背影怎么有点像我的闪魂老公啊 哎 公司花钱是让你来看热闹呢 还不快去工作 主管 那个故事的设计方案我打印好了 那个我自己也设计了一份 主管你看看 你只是个设计助理摆正自己的位置 还真以为阿摩阿狗都能画设计图了 客户来了不知道去倒咖啡吗 点眼色都 老腰破天天指使你干杂火 就是嫉妒你的策划案比他写的好 没事 留的情深在还没拆手 走 走 走 哎 哎 哎 笨手笨脚的 老板对不起 我在你公司楼下等你 你要是不来 我就只能上去找你了 哎小娘 我有点急事 你帮我送下咖啡 啊 我再弄一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顾总让你见笑 的确是一个笑话 号称是行业内的尖端 就做出这样实际方案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故事将无法融合 顾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们还有别的法 你设计的这是什么海洋 跟故事的合作一样黄了 我们所有人都是从这收拾东西滚蛋了 还有没有被选方案 我自己也设计了一个 主管您看看 不用 老板我还设计了一个被选方案 我待会给你送办公室去 抓点醒啊 好 这个方案方向可以 没想到你们公司还有这么没才华的设计师 等方案完胜之后再发给我 好 多谢顾总给结合 好 好 果然不安分 跟我结婚了 还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的 你能不能别笑 别怕我丧他 啊 你能别闹了吗 别再拿枪做吊的了 下午你先去警察 先去管政治吧行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听不懂吗 支付宝到财里钱还你了 二十万房款还我 我们从此就彻底亮清 不是 你说啊你能别这么绝情吗 房子都已经买了 我哪里还有钱还你啊 那就是你的事了 不是 你别碰我 恶心 你怎么装什么蠢啊 我妈说的对 你肯定外面有男人 要不然你不敢这么有恃无恐和我分手 说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啊 他睡过你几次啊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敢查我贱女人 我过来 你放开我过来 我放开我 你还能站起来吗 parl distant 你還能站起來 你還能站起來 啊我 我沒事你不用擔心我 誰擔心你呢 我就是怕奶奶知道之後 又要心疼 好好好 李安啊 他就是你說的那個有男人吧 說吧 你們什麼時候勾搭在一起的 你 我們已經領了證了 說是他合法的了 什麼 好你個李安 你竟然敢扶手銜接 剛跟我分手轉頭就假 你還敢說沒有背著我勾他門上 我沒有 小的 你別得意 你只不過撿了我一個玩膩的破鞋 我告訴你 這個女人是水性洋花敗金又晦氣 而且看著你怎麼 我倒不倒霉不用你操心 但是今天倒霉的一定是 啊 你剛才用你這手捧他 不說什麼 那就兩隻手不一樣啊 不行 右手右手 右手 啊 你以後要是再敢操操我的氣 就不只是斷手銜接 滾 你還打算在地上 多久 哦 哦 不是啊 下一次再試試 好多了 剛才謝謝你啊 不用謝 就算是陌生人我也會救 哦 但你為什麼會來我們公司 他居然在這上班 哎玉白 你怎麼在這呢是來收購 我是來面試的 啊 這是黎安安我老子 這是林東遠我朋友 你好你好 沒想到你還有這種開豪車的朋友呢 哦嗨 這是我們老闆的車 我就是個打工的司機 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啊 你你這個手錶 是顧總同款啊 1.2個億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現在在夜市買120塊 對對對 我跟他呀一塊在夜市買的 我的比他還便宜 才100塊 我就說嘛 我就說嘛 拿1.2個億買塊表 傻 啊 東遠 你是不是應該回去金領老闆 好 我就不打擾你們夫妻情緒了哈 走了走了 哎 你去我們公司進了什麼早來 說不定我可以幫你 沒通過 你們公司的人 說我太差了 沒事 工作嘛 此處不留業自有留業處 可是我今天已經面試了六家公司 全都被拒絕了 你剛回國需要時間適應 慢慢來 過兩天我就發工資了 我可以養你的 李安安 你還真挺能撞的 怪不得奶奶被你騙得團團轉 對了 你今天去我那住嗎 我的意思是你要去我那的話 我提前準備點生活用品 李小姐 我想你應該很清楚 我們之間的婚姻 你圖的是我的彩禮 而我圖的是奶奶安心 所以我希望 我們應該保持好距離 還有應有的分寸 你的愛 pacing 什麼人啊 他做多情 把這份寫一籤了吧 以後你有了喜歡的人 我們也可以隨時離婚 里面涉及到财产分割 你确定不看一下 我们两个丘人哪来的早上 你没房没车没工作 而我就只有这一套房 这其中还有十八万 是用你的钱买的 你分走一半也是应该的 难道我真的误会他了 哎呐呐 奶奶 安娜 你和玉白要加油有了宝宝 奶奶奖励你一套大别墅 好奶奶 果然是装的 嗯 你干什么 你不是想要大别墅吗 我那是怕奶奶伤心随口说的 是吗 那你对我 就一点想法怎么 但是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 李嫣 你最好不要对我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什么人啊 他以为自己是言情小说里的爸总吗 是个女人就喜欢他呀 我说我说你 他在手机 来了 怎么是你啊 哎 别着急啊李安 你要干什么 难道上次还没被我老公打购吗 你别误会 其实我今天来 是还你的20万的 好 你这个狗男女子 下次敢那么轻松 今天都要看著我,玩玩你之後才會不會用 啊 蓮安 蓮安 大明和小雪來 啊 你這個敗禮只會報復你 真是卑鄙懦弱 你也配做個男人 我跟你說過了 你要是再給他騷擾他 斷的就不只是你的手 你他媽裝什麼裝 你能把我怎麼樣啊 我告訴你 我是故事集團的高管 你要是敢鬥 我怎麼告訴你 能讓你這樣的初始建公司 人事部那幫廢物 也該滾蛋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還在說快學學 我是陳華鋪的上位 我能見過他啊 顧總 顧總 你是你是故事的總裁 分不小心 以後我看這家公司看到這個 哎以後如果哪家公司 不有故事的 是 顧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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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錯了我錯了 求你了 使我有眼無助 使我冒犯了你 哎 顧總 顧 顧 臉聰明 難怪會找到我這麼差勁 別安 李漾 醒醒 我真的是瘋了 難道電腰會傳人 你啊你冷靜一點 給我 你清醒一點 哎 啊 你啊 啊 啊 嗯 哎顧玉白 你個混賬東西 安安的腳都受傷了 你還竟然想 想著那種事 還這麼粗暴 奶奶我才是受害者 我打死你 啊 啊 你啊 你 你你幹嘛 你不 穿不上 你怎麼解不開 哈哈哈哈 既然是安安想要 你作為老公 就該滿足他 呃我先撤了啊 啊 加油哦 那那那那我我才是你親孫子啊 啊啊 啊 你啊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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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啊 謝謝 我 我 我已經 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对你有没有兴趣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你就告诉我 我就在门外 我帮你叫医生 嘴巴虽然坏 但其实人还不错 昨晚上玉白可还让你满意 你懂奶奶说的 奶奶我没有 是玉白不太行 放心 奶奶后边一定给他好好补补 对了奶奶有东西送给你 都是奶奶祖上传下来的 喜欢随便拿 奶奶我不能要 必须要 你要是挑不出来 就都拿走 每天换着袋 那我随便挑一个吧 这个怎么样 这种满略的翡翠一看就很贵 我不能说 奶奶这个有点大 我要这个吧 这个 好好好 来 我给你戴上 哎呀 你戴着真好看 我还有好多首饰 我去给你拿 你等着我啊 奶奶 等着我 为什么选这个桌子 我随便挑的 这个看着酥一点 比起那个翡翠的 应该不挑 随便一挑就能挑中最贵的杨之鱼手桌 李安安 扮猪吃老虎 果然是你的好戏 你还不走 干嘛 难道是在这等着 让我奶奶送你一些更值钱的东西吗 顾玉八 我从来没有贪图你家钱的想法 还有 你这么提防着我 真当自己是我千亿加产要继承的豪门大上吗 你 压见最厉 那又是谁 为了十八万的彩礼架起来的 那十八万彩礼我无话可说 但我刚才是不想让奶奶伤心才收下桌子的 我先还给你 糟了 怎么摘不下来啊 惺惺作态 没有必要 桌子是奶奶送的你就留着 况且你不值钱 苦衷酷 还好不贵 要不然看他眼神 今天是不是得砍了我的手啊 啊 我这还有好多宝石项链 你喜欢宝石吗 你跟奶奶说一下吧 我先走了 哎 他呢 走了 他走了你还留在这干嘛 走走走赶快回家 跟我走走走走 奶奶 你安安跟那个女人没那么简单 要不这样 您跟我回山庄住 只要他看到我们有钱之后 他隐藏的嘴脸肯定很快就会出来的 又想骗我回去住 这老房子我住的很舒服 不搬 你小子整天已经安安 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了 快快快点给我滚到奶奶家里去 奶奶走走走走走 奶奶走走走 走走走走 哎奶奶 我就想在这陪着你啊 你小子要是敢住酒店 明天就等着你奶奶吧 走哎 奶奶 刚才还挺神奇的 怎么现在一副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样子啊 顾大少 你别以为我不是呢 是你跟奶奶说 让我来你家住的 你穿成这一样 不就是知道我会来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嗯 我们俩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 你千万不要对我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生孩子欢迎大别书这种事 谁想都别想 展开 那是我的房间 那我去哪兒 這人有病嗎 顧總 這段時間就先不用來接我 我自己打出去公司 顧總 是我哪兒做的不夠好嗎 跟你沒關係 是我不想讓他知道我的真實身份 把這塊子 是 兄弟這車不錯吧 別羨慕好好努力以後你也會有的 你卻想死 你卻想死 哈哈哈哈 這大哥您這車真真不好看啊 哈哈 啊 真好啊 哈哈哈哈 我我下次有機會一定買一個 哎 乖乖下次報告 哎大哥慢點 哎 哎呀 他是誰啊 啊 不認識 怎麼錄著 不上班 起这么早 我找到工作了 在故事 大公司不错啊 走我带你去认识一下附近的公交站 嗯不用 我走了 故事很远的 省钱还债啊 两块钱的公交钱也是钱 你还欠钱啊 嗯 不然哪有钱给你十八万的三亿 你刚上班 点外卖请同事喝奶茶都要钱 你先拿着用 这些钱我会和你一起还的 我先去摄影上班 晚上我们详细合计一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那我真的 顾总 按照您的吩咐 和剩余的会面已经提到了上午 我知道了 早安晓琳 早安晓琳 早安 这是你新买的桌子吗 好漂亮 这是我老公的奶奶送我的 什么 居然结婚了 是跟张维吗 不是 你还不知道啊 他在订婚宴上被张维给甩了 那是张维没眼光 我们安安多厉害 转头就找到一个好老公 嗯 安安 你这镯子 看上去像是杨志玉的 你老公家是不是特别有钱啊 一个被退负的货鞋 咋儿装着起劲呢 像你这种人怎么可能结婚 我真的结婚了 就算你结婚了 像你这种穷酸样 找的老公恐怕不是个小保安 就是个外卖员吧 能送得起你这么价值连成的玉 我老公他很好 还轮不到你来说 他的确是个大工作 这手镯也是普通的玉镯 不是什么样的 我就说嘛 像他这种穿几十块廉价衣服 骑店弄出的穷鬼 怎么可能会有杨之玉 你却要叫他 你买不起真的就带假货 有够虚荣的 我舅舅家开玉店的 看着质地不像是假的 我說話輪得著你插嘴 有錢人就看上他 沈主管你不要太過分了 這就過分了 更過分的 都在後頭給你留這 呦 碎了 快讓你那個窮鬼老公 去地攤上再給你批發一個呀 你們在做什麼 你怎麼在這 說話碰了沒 我沒事 但是奶奶送的又著色了 對不起 道歉 李安 這又是你哪個聘頭啊 我是他老公 現在立刻給我妻子道歉 不就是打碎你個破桌子嗎 呢 兩百塊 我 我說 道歉 你敢這麼對我 算哪個衝啊 哎韓特助 你怎麼來了 走咱們去會客廳 別讓這兩個上不多檯面的家伙 髒得您的眼人 你知道他誰嗎 他可是我是韓特助的助理 不愧是故事 連總裁特助都有助理啊 好厲害呀 原來他在故事的工作 就是給韓特助當助理 陈主管 你打碎了別人東西 難道不應該照價賠償嗎 得罪了韓特助就是得罪了顧總和故事 算 今天就先放過李安這個賤 說吧 這桌子到底是多少錢 我賠就是了 沒有錢 什麼 你 就這玩意兒你可真敢張嘴啊 李安 你是有多窮啊 竟然帶著自己的老公來公司碰瓦錢 韓特助 能給聽聽你啊啊 陈主管 這個桌子我們公司總裁的確有一個 一模一樣的價值六千萬 怎麼可能 怎麼六千來呢 天啊 啊你老公怎麼這麼有錢啊 六千哎太誇張了吧 怎麼別裝了 他人家陪就想 萬一要讓他們發現這個桌子不值這個價 告訴你啟啥怎麼辦 他這是在擔心我 行 今天就看在 您是我妻子同事的面子上 只要你純性給他盜竊 賠二十萬就可以 二十萬 那也是我半年的工資啊 怎麼沈主管 連區區二十萬都拿不出來的話 那要不然還是賠六千萬吧 對不起啊 我剛才不是故意的 你把卡號罰我 打到我妻子的卡上就可以 我的錢 就是他的錢 怎麼這麼有錢啊 好羨慕啊 好寵妻啊 不會吧 今天 謝謝你幫我結我呀 不要多想 我只是看不慣他了 雜碎了奶奶給你的玉琢 對不起啊 我沒有保管好玉琢 我沒想到他居然值二十萬 我要知道的話我肯定不會收的 你卡好多少我轉給你 不用了 奶奶今天送給你了 就是你的東西了 那我就先幫他把這筆錢存起來 他有需要我再給他 那個 我們中午一起吃個飯吧 問張總也見面時間快到了 好我現在過來 安特就找我有點事情 我先過去了 我是想問你晚上幾點下班 謝謝怎麼 沒什麼 到時候你就知道 你走吧 咱們的顧搭總裁 不會真的喜歡上夫人了吧 絕對不可能 開什麼玩笑開車 下班了嗎 以後我來接你上下班 我就在樓下等你哦 再也不想送幾個車了 我今天要加班不用 你先回去吧 這個方案 A子先給我傳說一下 加班了這麼慢 又是證券 這個賓國方案根本就沒有打到 對方的痛點之上 毫無心意 毫無 好 是不是乾花眼了 一生總裁怎麼笑 總裁 既然這麼蠢 還沒有下班嗎 好吧 我等你哦 加班餓不餓 要我先幫你點個外賣嗎 你在幾樓呀 我還在等你哦 今天的會議 就先開到去 散會 怎麼回事 加班狂猛總裁 現在不想加班了 這位加班了 對不起 我今天剛入職 要學了東西 我懂 大公司嘛 肯定要更努力點 我們回家吧 上車 放心 我車機很好的 抱著我的腰啊 小心摔進去 不用 啊 啊 掐我一下 我剛才看到了什麼 在電影車上 是會下飛過去的 上我們總裁嗎 啊 啊 李安安 你的車機可真好啊 那當然 電停車車零五 老司機 我真是瘋了 竟然還會坐他的車 餓了 笨 你等不到我 不知道自己先去吃飯 可你不是也加班沒吃嗎 我想等你 應該有什麼 那對面的 那我去吃飯 還是要吃飯 但是要吃飯 你會跟來個飯 那我給你吃飯 八九百块钱的 再不用的话就快过期了 那还等什么 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一张代替剧 充满 又是你们两个晦气玩意 我长眼的东西 看把我车撞什么样了 胜猪啊 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而且你这个划痕一看就是很久了 你这是故意讹我们 上回是韩特助在我才不和你们计较 今天不赔五十万别想了事 你一个小小的助理 我就不信韩特助能天天帮你 我劝你不要用这种不入围的手段 在这给我们胡搅拌下来 不要影响我们吃饭的心情 吃饭 你们不会要去那家西餐厅吃吧 是又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 两个没见识的乡巴佬 那家冰田西餐厅是私处行事的 只招待身家千万以上的人 你们俩 给人家刷盘子 人家都嫌你们寒酥 她说的是真的吗 真正的马瑞迪高舍西服 可是要亲自去意大利量身定制的 你们两个穷鬼出过国吗 这西服不会是你们那个奶奶 半夜里采缝纹击缩的吧 哟 还带着故事总裁同款的一点二一手表呢 别以为穿个高仿就成上等人了 还妄想去这种高级西餐厅吃饭 我堵你俩这身行头 夹起来都超不弄文败 沈主管 你别太过分了 天天把上等人下等人挂在嘴边上 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 你还活在把人划分在三六九等世界里 只有没本事的人 才会天天要求平等和尊重 像你们这种下等人 生来就是生活的失败者 就永远该被欺负在那脚下 这月钱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不要后悔 月白你不能给他钱了 他分明就是故意装我们的 真是什么锅费什么盖啊 李安 你在公司装真结育女 你老公在这装有钱罢总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让我货 再说了我们还那么多钱 穷人就是穷人 就五十万 还磨不及其 钱我会解决的 你不是饿了吗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给这种人做啥 先去吃饭吧 算你识相 钱包到账五十万 这五十万是故事关系打给我的 不可能啊 等等 你也幸福 难道你和故事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刚才就说了 我是一个会让你复回来的 故意吧 我 盘他就犯什么蠢 既然用公司的名义打钱 这个钱是我让 盘助理 他给我预支的工资 现在钱你拿到的 可以滚 也是 像你们这种人 怎么可能和首富顾家有关系 没有钱作用尿吧 撒包尿好好照照 衣服手表仿的在相 骨子里也是一股烟入味的穷酸和下贱 你平时侮辱我就算了 你敢这么说老公 我跟着屁了 屁白都这么说你 行行吧 黎安安 你老公可是比你能忍 学着的 啊 哈哈 看着没事啊啊不生气不生气 看我说是 想办法让他撞 这怎么回事啊 哎老婆你快去 看把我车撞成什么样了 这可是老子莱斯换影 保险到30万 手费要线 还要从英国那块找专人重费 80万 一共110万赔吧 是你自己不长眼 非要我到车的时候停后面 还有点恶火 话可不能乱说 大家伙可都看到了 就是你撞到我 你 沈主管 好熟悉的剧情啊 哎呀 这个就叫恶人自有天收啊 嗯 走了老婆吃饭去 走 连这个贱人 哎你想干嘛呀想跑是吧 说刷卡还是转账 这餐厅也太华丽了吧 这真的要求客人身家过千亿啊 会不会要求看我们存款呀 你好 两位有预约吗 我们这里直接带预约客户 嗯那个 我们有几百块钱带金券快过期了 没预约 你能用吗 带金券 我们这儿没有这种东西 你好 这个是号码 对不起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里面有没有优惠券 对不起顾先生 请您原谅我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里面有没有一张 九百块钱的带金券 呃 是有的 两位请这边入座 哎 屁白 巧了 你也跟小嫂子出来吃饭呀 姑姑爸 你结婚了 哎 好你小子 结婚怎么也不通知我们 这些都是我朋友 这是李延安 是我 呦 叫老婆叫他这么温柔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冰块固吗 废话 人家叫老婆不温柔 难道对你温柔啊 哎 对了 既然遇到了 那咱们一起吃饭啊 好呀 嫂子 老姑这小子不厚道 没通知我们 今天这份的钱 我一定给你补上 我名下 有套汤神一品的房子 送给你们 当新婚礼物 老姑 居然要送 什么一品的房子给我们 哪来这么多钱的朋友 他还开玩笑的 你别信 他去牛的 老姑啊 你知道话 我是小气的人吗 何况就一套房子 我说送就送 你是不是来之前的后度 尽说最后 别下去我了 就是 酒气熏天的 喝了几两万年 给开个大点锅就 好 请问 对白起来 恭喜 我没喝呀 这小子 跟他老婆玩角色扮演 装穷呢 你可别坏了人家夫妻情趣 玩的够野的 装穷我还是第一次见 有意思 走 跟兄弟们都说好了 不戳穿你装穷哦 嫂子在哪里上班呀 盛雨鸡 盛雨 就是李大胖那个小公司啊 小 我们公司也算行业前几了 听过于白着朋友的语气 像是大优来的 你跟我们老板很熟吗 不熟 啊 这是个说破烂的 之前去你们公司捡过一些纸板 见过你老板前几 怎么能源再生行业不就和收费品差吗 是的 因为每次去收纸板都不多 所以我才是个小公司 收费品也挺好的 靠自己双手赚钱吗 那您是干什么的 看老公那么紧 我逗得他 我呀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个平平无奇的 躺平富二代而已 对 富二代 他就是个自产为富的二代 无业游民 平时都靠我们这几个朋友 还有低点究竟 行吧 老顾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的好的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和玉白都是普通职员 玉白刚入职故事企业 是总裁特助的助理 怎么了 固事集团果然是大公司 连总裁助理 都还有助理 行了行了 吃饭都多 你放心啊 好的 我们虽然穷 但是 我们兄弟几个人凑走这顿饭 还是没有问题的 没事没事 不用呢不用呢 你们吃 你们吃 吃 你们吃 怎么会 你这些朋友还都挺讲义气的 没什么钱都要请我们吃饭 不过今天这顿饭还是我们请他们吧 我刚拔了工 加上你一个带军卷肯定够 嗯 好 来咱们喝酒 把它就好 coo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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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万八 天哪 吃个饭而已 怎么花了五万八 也不知道我卡里的钱够不够 我记得你们店里 有消费满五万 可以出免单的活动 对对 没错 经理记错了吗 我们餐厅怎么可能有这种活动 你去那边吧 这里我来服就行 那你们这免单怎么抽的 我这边店的随机抽号 只要抽中你的手机号码就行 抽中的概率大约是1% 哎呀小姐 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一下子就抽中了免单 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我们抽出免单了 五万八 能买老婆开心 可太划算了 我算是懂装修目游行的乐趣所在 哎 果然自己的老婆还是对自己宠啊 我们走了 骨头让你们恩爱了 哇 走 哦 好哭 再闻一下 回车上睡 不行不行 不能睡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什么事情 那你先答应我 你必须要陪我去做 我答应 今天是星期二 我要去超市 有特价菜 嘿嘿 我亲爱的郭总 您推掉晚上价值300亿的签约 进入了要陪夫人去讲特价菜 菜 我的菜干什么了吗 还没到决定呢 再睡会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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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哎呀 这个世界太多了 我竟然看到了过程 和一帮大妈在一起 吐一下餐提 现在有人给我说秦始皇要够活了 我都相信 我都相信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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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不住心里 里边还有西红柿 那还有胡萝卜 两个小年轻和我们这群老婆子强什么呀 哎 你看这小小小好眼熟啊 你是电视上 那个小年轻和我们这群老婆子强什么呀 谢谢 我这样的这当你看 可能是善癩 对 然后是善癩 就是善癩 他们很可能有这样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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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笑 嗯 那你要是守护夫 我不就是守护夫人了 其实你本来就是 啊 我在呢 那么全美了 我那么大都在 啊啊我的菜全都没了 别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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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啊啊啊啊 快快快 阿姨 您的这些菜我全要了 吃个价吧 你实际病吧 我辛辛苦苦抢的菜 披着梦拌给你 我这张卡里面有五十万 一码是六个零 真的假的 我顾玉白从来不说假话 如果卡里边没钱的话 你就到顾世纪来找我 哎呀 我没认错 你就是首富哎 大家快来看呀 顾总首富 来我们小区特价超市了 顾总 你还要不要菜啊 我这车也可以卖给你 我也是 行 大家有多少我全要了 请请你得菜多好 啊 我的菜 现在开心了吗 哦 哎呦 我跟着吧 你叫我什么 老公 我 啊 啊 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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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啊 Ну啊啊 你的酒量不错 这个是酒品你的 把心酿汤喝了吧 那个 我昨天晚上 没有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吧 其实也没做什么 就是你喝醉了 拉着我去特价超市 跟大妈们抢菜 抢不到菜就坐在地上哭 你还趁着酒精 老公你真棒 你刚叫我什么 老公 哎呀 我要迟到了我先走了啊 等等 这是我的工资卡 你拿着吧 以后不用再去特价超市抢菜了 其实 我们也不用那么紧张西斯 不用的 我的工资够用 养家本来就是男应该做的事情 拿着吧 我养得起你 那好吧 那我把每月的花销都记录下来 月底给你看 不用那么麻烦 不用那么麻烦 对了 你从来对我做什么爱情的吗 啊 偷偷偷 我什么都想不下来 我先走了 顾总 到你家了 以后挺远一点 我不想被暗暗发现 好点 顾总 那不是夫人吗 她好像正在给那些老人发财 你 这次故事能和我们合作 沈主管是功不可没 都传着看 看 看 这次故事能和我们合作 沈主管是功不可没 都传着看 看 看看人家的方案怎么做 为什么你们做出来就是垃圾 老板 别生气 我相信大家以后也会做出好方案 小婶啊 我对你给予了后报 这次顾总和我们签订了新的 下次你要拿出更精彩的方案来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顾总来 都好好学学习 这不是我的设计方案吗 李安看着眼熟吗 你倒用我的设计方案 你就不怕我告诉老板了 你去呀 看老板占你还是占我 你 哼 李安 我用你方案怎么了 不止这次 以后每次我都要用你的方案 你真是无耻到鸡脸啊 像你这种没钱没背景下进来 我该被我踩断走 你看我现在这么对你 这些人敢哭一声吗 李安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胜利待不下去 实相的话 就乖乖的给我做好策划案 听见了 啊 今天大家下班都来参加我的听听见 可以的家庭 尤其是李安安 把你那穷酸老公必须带上 否则 后果自送 好 你 你 安安对不起啊 沈主管威胁我 要是再帮你他就辞掉我 我爸突然生病了 我现在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没事 所有的天 我会让他后悔这做 亲爱的 今天晚上 你一定要来参加 我的亲公宴哦 你们公司有个小职员 惹到我了 我要你今天 好好为我撑腰 放心吧宝贝 我会准时到达 嗯 李安 我新找的男朋友 可是故事的高管 看着 今天晚上 我就要你们这对狗男女 吃不了兜着子 沈主管让我带顾玉白去聚会 肯定不安好意 我不能连累他 还是先送他回家 我自己去好了 那个 韩特柱怎么卑微地 走在他后面啊 到底谁是谁的助理啊 少年那个会年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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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是这么钱呢 男人也会遇到职场潜规则 看来了你也回去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怪不得顾玉白之前打死不肯结婚 原来是这样 好不容易对头的感觉 没想到竟然是姐妹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没事 我今天下班走 走吧 收送你回去 先 你下班不跟我回家 你要去哪 这三家沈主管的庆功聚会 他那个人心思歹多 还一直针对你 不去了 毕竟他是主管嘛 而且这个聚会 不能所有人都去 那我跟你一起去 反正这样的聚会 在家属去也很正常 不用的 我自己去吧 上车 原来他也在担心我 似乎就这样做好朋友 好像也不错 走吧 这是我男朋友叶凡 他可是故事设计部的主管 和顾总 都是很熟的 感谢大家平日对小楠工作的支持 所以我跟小楠 特地准备了礼物 大家不用客气 来 随便拿 来来来 哇 这些都是名堂 小奶奶 叶先生出手可真阔绰 沈主管真是摄影家 自己能力强长得美 男朋友还这么厉害 还这么爱你 沈主管 以后有什么吩咐呀 您尽管说 呦 穷酸鬼夫妻来了 啊 总裁 什么 你说他是故事总裁 叶主 虽然我现在 刚晋升为总裁助理 按理说顾总在哪 我就应该在 可是现在是下班时间 顾总怎么会在这 啊 对对对 我看见顾 助理来了 我以为总裁也来了呢 嗯 这么快就从特助助理 升为总裁助理 看来韩特助没什么 升得这么快 谁知道有没有猫腻 李安安 我看你老公这脸蛋还行 不会是和你一样 都靠那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上位的吧 你闭嘴吧 叶凡 你敢吼我 他不过是一个总裁助理 你怕什么 哎呀 我的祖宗爱 你收一收行不行啊 对不起啊 陈主管 今天是我们来晚了 我向你赔罪 李安安 你算什么东西 一杯酒就想让我消气 今天 我让你跪下给我道歉 李安安 你今天要是不跪 我就让你滚出圣里 我还要你在整个设计圈都混不下去 哎呀 发什么疯了 那你倒是试试 但是我想看看你一个小小的主管 能有多大的 呦 这样的女人就你还当个保释的护着 顾助理 你知道你的好老婆 以前可是靠着陪客户睡觉来拉业务 对对 再多说半个字 我们现在就分手 去外面等我 叶凡 你敢打我 出去 啊 李安安 你给我等着 顾 顾助理 对不起 我向您跟李小姐道歉 也许管 好好管教好自己的女人 要是人家事都处理不好 我对你工作是容易 也要到底更不好 还有 有些事情 我不想让你们知道 啊 放心放心 我懂我懂 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 各位 实在不好意思啊 今天照顾不中 想吃什么随便点 所有的单 我来买 那顾助理 那我就先走了 嗯 他怎么那么怕你啊 太夸张了吧 毕竟我现在在 顾总身边办事 我想影响他的话 几句话就可以 哦我知道了 就像皇帝身边的大太监 嗯啊啊嗯 那老公对你也太好了吧 做一种体贴 长得还帅 是啊 如果他喜欢女人就好 可惜 明天啊 太解气了 来 喝一个 有一个 你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帮我教训你的 见人夫妇吗 一个小助理而已 你怕他 你小点伤 迟早又被你害死 告诉你啊 以后千万别去惹雇助理夫妇 还有和丽安安一定要搞好关系 我看 他可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堪 跟他搞好关系 他也配 可不像小兴 你可不敢不一样 你啊你 慢 下次可不可以让你回这么多久 你 这张脸可真好看啊 可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我呢 丽雅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告诉我 你是上面的 还是下面的 想知道 想 但是什么 原来是一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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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完活自己倒是先睡着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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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ff 脉 2 1 8 8 4 很low 嗯 反正 我也оф磯 6 5 9点了 好了 我赶上了 没吃的 天哪 你这是乡奶奶的吧 今年春天最新款 有钱都能买得到的 不是吧 我老公随便买的 真好看 咱们小点儿穿 今天沈主管穿的 好像也是这套衣服 穿就穿呗 我觉得还是安安穿的好看 安安 你老公又帅又有钱 还姓顾 真的和首富顾家没有关系吗 笑死人了 首富能看上黎安安这种 不知道被多少个男人睡过的货送 沈主管 看来昨天你男朋友的管子还不够啊 黎安安 你这个贱人 贱人 你 你敢打我弄死你 啊 啊 你什么这么 以后我不会再惹你了 啊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 我按住他 你们别忘了 安安的老公和顾总的助理 今天顾总也要来公司了 你不管 聽見了嗎 顧總今天就會來公司 如果你還想拿著我的設計方案去邀功的話 這多麼客氣 房案呢 給我 顧總來的時候自然會給你 你最好別耍花招 正拿到方案才收拾這個劍 安安 你現在還能拿方案要挾他 要是之後項目結束了怎麼辦 放心 從今天以後 他就囂張不起來 顧總 這是按照您的要求不中後的中版方案 您看一下 要是沒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咱們就可以先聽很多 這次肯定沒什麼問題了 我 我 你 你 我 你們是你就是這麼對待跟我們故事的合作的 竟然拿一個抄襲的設計方案給我 不可能的 顧總 我們不可能犯這種低級的錯誤 一定是沈主管的方案 被其他公司給抄襲了 你的意思是 是我們故事抄襲了你們的設計方案 啊 真不知道你們這位沈小南設計師是無知還是一致 抄襲的既然還是兩個月前 我們故事就已經上架了個作品 顧總 求您再給我們最後一次機會 求您了 我已經給過你最後一次機會了 顧總 這次的合作對於我們勝利 下一輪的融資至關重要 求求您 我不想再看到任何有關於沈小南設計師的東西 讓他哭 不想幹你就滾 還抄襲故事方 別讓老子跟你一起死 抄襲 我 李安安是李安安這個賤人設計 陷害我犯是他做的 李安 你算了嗎 老闆 這個方案上的署名是沈主管親自簽的 怎麼可能是我做的 老闆 這個才是我自己設計官你看看 賤人 你故意設計我 夠了 我只認作品 啊 你這方案設計的很不錯 以後你就證實是聖宇的設計師了 故事項目給你 謝謝老闆 追你石小南 今晚堆接完王室項目 再帶點時間去 表姨父 你怎麼能這麼對我 你快閉嘴關你啊 要不是這層關鍵我早把你開了 石像展給我低調做的 別讓我再看見你 嗯 李安安 來王總 來 王總你別喝那麼急嘛 今天晚上我可是特意給你找了個美女 到時候陪你啊慢慢喝 而且她很放得開 可以隨便你玩 還有這種好事 那人呢 我現在就去催催她啊 李安安 敢設計嗎 今天我就要你粉身碎骨 陳主管 你說的這些工作 都是這麼美的 王總 美女來了 李安安 這可是四大家之一王室的王總 和我們公司有很多項目往來的 你來晚了 還不快點自罰幾杯 給王總道歉 安安 名字挺可愛 長得也有點紫色 過來吧 小妞 我是來談工作的 不是來陪酒的 沈主管自己陪王總喝吧 是來吧 王總都還沒說讓你走 還挺有個性的 我喜歡 裝什麼 來 喝兩杯就能放開了 我不喝 敬酒不知吃法酒 今天我非要你喝 我不喝 你滑開 你滑開 滑開 王總 你好好玩 我就不太開心 不知道我已經結婚了嗎 以後談合作 不要再選擇信用地方 明白過頭 當初也不知道是誰說這次七月婚姻 不算數 不算數 坐 夫人今晚回家了嗎 好像晚上又出去了 波哥 波哥 馬的你混逆了是吧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誰嗎 天王老子 我也招打 別打了 大家往事的時候我們惹不起的 就是我可是還敢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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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錯了 你開個家 我補償你們 找死 別打了別打了 奎妈 我不想你什么事 我没什么事的 我想回家 你带我回家吧 王室什么 我记住了 我们回家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怎么办呢 那个王后不是个善臣 我们得罪不起的 管他是谁 只要敢欺负 我就不会放过他 不一样 王家家大业的 又在龙川首演同天呢 我们只是普通人 根本都不过他嘛 你相信我 我会处理好的 你先什么都不用管 好好睡一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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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清楚 他是王室的独子 王后 有这样的儿子 王室的路 是 他 我 爸 有个不知道哪来的野小子 把我门牙洞打掉两颗 你要替我做主啊 不要他胜部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顾总 爸 你干嘛 顾总 王室主要的合作商都取消了和我们的合作 我知道 是我这个废文子 不知道天高地厚 冒犯了您和太太 求您高抬贵手 放过王室 和全死 顾总 是那个故事的顾总 那好 王翔飞 王翔飞 企业和儿子 你选一个 你要是选择儿子的话 明天天一亮 你们王室集团就会破产 你 小兔神 找着谁不好 找着顾总的太太 顾总 顾总 对不起顾总 我 我不知道那是您太太 是 是顾太太的主管 那个新婶的娘们 他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顾太太是 裴酒小妹 不然给我几个胆子 我也不敢碰他呀 又是他 这个不知道死活的东西 喊得住 把他的脏水给我废 啊 小心一点 我闹钟怎么没想啊 完蛋了我要迟闹了 是我把闹钟给你管了 你昨天受了惊吓 今天就好好在家休息 那 放心 我已经听你起了下来 吃早饭 这么风筝啊 先喝粥 其他的吃不完就放冰箱 你不吃吗 不了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等你去处理 我来给我看 坐 你这次我绝对上不了 哟 李安安还没来上班啊 看来是昨天晚上和男人玩的太开心了 连班都忘记上了 主管你别乱说 安安是生病请假了 生病 我看看是在男人的床上玩的下不来了吧 哈哈哈哈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虽然是顾总的助理 但这里是剩余不是故事 少在我们前嚣张 滚出我办公室 我 这个是你 正大你狗眼看清楚这是顾总 不可能 他只是顾总的助理 你不要被他骗了 不要一副 有你们呀 你少给老子胡乱谈观想 滚头 您想怎么收拾他都行 就您千万别牵动身体啊 我说过 你忍不起我 今天就是你为自己的所作所 我们的代价的所 可能 李安你竟然不可能这么好名 喂叶凡 救救我 我 谁想来我们分手吧 你想死别带伤我啊 韩特主 吩咐下去 以后所有的行业都不许怒用 而且也不许他在他的龙川示范 我要让他这辈子都没有发生的机会 吴总 吴总 我再也不敢了 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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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我要让整栋大楼的人都看到 哈狼被 吴总 吴总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啊 来来来 沈主管到底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王 吴总 他 昨晚他好像和王总谈项目去了 难道是惹怒了王总 听说他脾气特别差喜怒无常 这次沈主管算完蛋了 哎 李安安今早也没来上班 会不会跟这事也有关系啊 昨晚谈项目 安安好像也去了 美爱小林 安安 她是不好了 沈主管得罪了王后 被开除了 都是因为我 顾玉白才会打王总的 这件事绝对不能连累的 我说说了吗 如果太晚的话 就不用等我 自己先吃 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顾玉白 嗯 我们离婚吧 所以 所以你是怕我连累你 迫不及待要跟我离婚 不是的 如果说真话 他一定不会放手的 不行 我不能害了他 是 我就是怕你连累我 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去 把婚离了吧 好 好 很好 你终于不装了是吧 这段时间我还以为是自己误会 没想到 你跟我认识的那些败气的女人习像 想的女人业 好 好 imana Hawaii 我 我 所有的後果 就讓我一個人承擔 喂 王總 我想見你你可以嗎 九二十二十 十五二十十 我陪你一個 你怎麼一副苦情樣啊 跟小嫂子吵架了 少天 昨天我拿二比表弟給我打電話 說是不小心惹到你了 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放了王后這次吧 你表現是王浩 也好 為了那個也還不值得 雖然你大度放他一馬 但是啊也得讓他長長進行 當面給你賠不是 滾進來小浩子 還真是滾進來的啊 古哥 對不起 之前 不小心衝動了嫂子和您 我先進 彼此我沒想起這個女人 掃心 我活了 哎 哥 我又完了 之前顧哥不是對上女人聽好的嗎 怎麼今天又成雷區了 吵架了唄 那李安安讓顧哥不爽 正好他打電話約我見面 我幫顧哥好好吐一口氣 蠢貨 男人都是嘴硬的 夫妻床頭吵架 窗面也就合了 你要是真敢動的 我也保不了你 王總 請您原諒我和我老公那天晚上的不敬 但事情是我引起的 我來承擔 求您放過我老公 難道他不知道顧哥是誰 顧哥不跟他說 肯定是有用意 我可不敢貿然暴露他的身份 只要您肯放過我老公 讓我給您跪一些磕頭也行 姑娘 可別 我就是 腿 腿麻而已 不用跪了 我原諒你們 您真的不追究我們了 你 你說吧 要我做什麼賠罪的事 呃 那你就隨便唱首歌吧 我不會唱歌 隨便唱什麼都行 啊 啊 蛤 啊 你唱得出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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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顾哥的女人 我还真想追 已经按照王总的要求唱过了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等等 你和顾 你老公平时关系怎么样 他不会还想去找顾玉白的麻烦吧 不怎么样 我们已经离婚了 而且他原本就是被迫才娶我的 我们之间压根没有一点夫妻情义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再去找他了 你们真的离婚了 真是想来什么就来什么 既然顾总对前妻没感情 那我追他 顾总应该也不会反对 完全 反正我不追 别人也会追 先下手为枪 我可以答应 但是我要你再陪我吃顿饭 快点 快点 你站起来 我去吃顾羊 老顾的老婆这是要跟着王浩跑了 我跑了 再不去追人 你老婆可就被那小子给撬走了 这才几天 这个离开 就这么迫不及待要去另判口吃 去 把离婚协设尽管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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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歌唱了 饭也吃了 我可以走了吧 也没让你走 你就坐着 拿上来 李安安 我要追你 李安安 王总 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小爷我从来不开玩笑 嫁给我 嫁给我 还没有跟我离婚 就敢接受别人的求婚 去 把所有 故事和王室的合作 统统取消 好的 既然您还在乎夫人 不如 亮出您的真身份 把她追回来 你哪身影看到我还在乎她 这样白晶语言 不配进我过世的大门 对不起啊王总 我不能接受 我有喜欢的人 行吧 这种事儿 也还是更喜欢你亲我愿 喂 喂你好 李安琳小姐吗 哦是 我是顾先生的代理律师 她委托我和您签署离婚协议 请问明天上午你有空吗 哦 有 她同意签离婚协议 放心 顾总 李小姐答应得很干脆 明天上午 您就可以拿到签好的离婚协议书了 这个 后生是一点都不留恋 还在嘴 明明就是舍不得夫人 不想离婚 顾总 这个王浩可一直是画面在外 哎呀 这一次我看夫人是选错的人 迟早会被辜负的哟 那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许你一份协议给王浩 给王浩 顾哥 我这又是哪儿得罪您了 我们 我们王氏的股票都快跌到底了 您就 您就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这一次吧 这次只是警告 虽然我和李安安分开了 但毕竟夫妻一场 你以后要是敢磕呆的 你就死定了 把协议给他 如果敢辜负李安安 王氏退市 与其说这叫协议书 不如说这叫威胁书 昨天看到你求和 没有 我之前是想追嫂子来着 可是她拒绝了 我 她拒绝了 对啊 昨天嫂子来找我 是跟我说你们已经离婚了 她 她不要让我再追究您 打我的事 我 我说顾哥 既然你们还相互喜欢 相互担心 我就搞不明白了 为什么你们还非要离婚呢 我 喂 离婚取消 离婚取消 千万别让李安安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他说她是我们都在後面 快就去看看 她有天还急着离 今天又不离 这有钱人的脾气真是反复无常 不能签 我已经签完了 李律师 我先走了啊 来不呼人 你不能走再等等 还有什么事吗 你啊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许再离开我 顾玉白 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怎么 现在就不做数了 对离婚协议书撕毁了就不做数 况且两位还未领离婚证 现在仍然是合法复计 我已经知道了 你跟我提离婚 是为了不连累我 顾总已经出面替我们解决了 王总 王总他已经不追求了 顾总 他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我们一定要当面好好谢谢他 感谢的事情 以后再说 先带你回家 多吃点 听说你俩要离婚 吓死我了 还好是误会一场 顾白要是欺负你 一定给奶奶说啊 好啊 奶奶 不过你们都结婚好几个月了 这肚子 咋还没动静呢 顾白 你可要加油了 好啊 奶奶 奶奶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儿 只要是你俩生的 奶奶都喜欢 他怎么说的可真的呀 哎呀 外面下雨了 今晚就别回去了 何安 住你那屋啊 什么 今晚 我要和顾玉白住一间屋 是呀 多吃点 快进去呀 哎呀 不用怕把奶奶吵醒 晚上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争取早点给奶奶 生个重孙子抱抱 加油哦 好嘞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奶奶 告诉你 就你喜欢男生那是啊 哎呀 你该不会一直因为我喜欢 我的兴趣价很正常 哎呀你不用瞒我 我那天都看着下韩特注目你要了 你放心 我不歧视的 你这个脑袋挂脸 每天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还需要我继续证明什么呢 其实你不用为了奶奶的意思 怎么没勉强自己啊 听从自己的内心没什么不好的 啊 我出去 这套要是个男孩穿就好看了 这个琴要是女孩穿更好看 哎你怎么又下来了 大快回去 快给我找个生孙子才是正事儿 奶奶 短时间内您可能抱不了孙子了 啊 为什么 安安他 安安他误会我喜欢男的 我喜欢女孩穿更好看 那你是吗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那不是你要证明自己啊 还是说 不像 奶奶 我是你孙子 怎么了 顾总 啊 没事 李安安什么眼神 竟然会误会我和韩特住 顾总 上次的收贯案 你有女 啊 没有啊 没有的话 就 去找 晚上带上你女朋友 一起去我家里聚餐 这顾总又发什么病啊 这顾总又发什么病啊 就一天 让我上哪遍个女朋友出来 咱们开动吧 吃饭 哎啊好吃饭吃饭 谢谢啊 吃饭 来亲爱的来 这是 喂韩特住 你给女朋友这么恩爱 应该很快就结婚了吧 你 好 对 没错 亲爱的 我真的对你一见清醒 家人 我不愿意 哇哦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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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恭喜恭喜恭喜啊 他就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现在心里一定很难 没好吧 很好啊 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 哈哈哈恭喜恭喜 拜拜拜拜拜拜 下次有空再来啊拜拜 这个是你今天的朝楼 辛苦你 看吧 人家海人特助是有女朋友的 所以现在你愿意相信我你也别太伤心 三条腿的蛤蟆男上两条腿的男人 还不好找吗 是没死 据我所知 有些呢 取向的确是说 你也是运气不好 林安安 你脑子里倒在想什么东西 你真是要疯了 我跟韩特助 清清白白 我到底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我到底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你感受不到吗 现在你醒了吗 我心 这梦发生的太突然了吧 我需要点时间接受吧 咱俩 咱俩 那个明天我们公司办年会 可以带家属你去吗 不过不去也行 我们老板抠的很 每年年会都办的挺寒酸的 身为你的老公 我当然一定要批你去 好 那我去上班了 告诉你 就说故事 今天要资助他们的年会 不要他们办的隆重一点 另外 我还给安安一个惊喜 往年都是随便找个小餐厅办年会 今年老板居然舍得在大酒店办了 和故事协合作 圣语自然会赚不少的钱 还是故事财大气粗 真羡慕 不用羡慕 你可是故事的总裁夫人 整个故事也都是你的 现在有请圣语集团李总讲话 这个今年 故事 故事 故事居然会屈尊来我们这小小年会 不可能 故事 今天还在公司开会呢 韩特主怎么回事 还没跟李大鹏交代好吗 立刻打给圣语李总 不要暴露 你说的是哪个故事 谁把故事屋安排后面去了 李总 李总怎么 好像是朝我们这边走过来的 哎 韩特主 顾总不想泄露身份 注意你的言行 记住 今天的神秘大将 一定要帮给李安琳消息 还能抓他们俩是不该问的别问 你只要知道当时顾总放在新街上的人就行 是是是是就到了就到了就到了啊 现在玩数据了 拿部门的快吧啊 你未见 我妈妈真抠这都要抠起来 就是 终于到了本年度最隆重最令人期待的环节 优秀员工颁奖 下面请念到名字的同事上台领奖 技术部 邓仙 技术部 王明 销售部 秦华 设计部 李安安 公司决定奖励这几位同事 每人20万 你在找我吗 没听错 就是你 回去 老板崩了吧 20万 不说20块 真羡慕啊 安安的工作能力有目中度 这是他应得的 今天公司还准备了一份豪华 神秘大礼 幸运儿将在这四位优秀员工中诞生 有请李总来抽奖 李安安 恭喜你获得豪华跑车一辆 耶 我 跑车 在什么时候这么巧 啊 这 以前了是我太严厉了 你当然不许小人过千万别激心点 老板 你今天怎么了 我 没什么 没什么 以后公司有什么事 你随时找我 我一定接近全力 老板你太客气了 哎 应该的应该的 你这么优秀这么处司 以后我全仰仗你 哈哈哈哈 来 我没有车了 以后你想办不用请来 跟我走 我 天呐 你真是我的锦鲤 在没遇到你之前 我觉得老天爷一定不爱我 为什么所有的坏事都会落在我头上 而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好像也变得幸运起来了 我 我现在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以后会让你更幸福的 嗯 我吃热跑喝啤酒 今天我必须要好好庆祝一下 我做意 好好庆祝一下 阿姨一起 带我一起 今天都有份 嗯 嗯 嗯 不错了 嗯 少喝点 你要喝醉了 一会儿我可把我泡面 还不会 喝了一点点 哎 吃好了 我们走吧 那我去就算 买单 哎呀我来 你工资卡都在我这呢 老板多少钱 呃共98 8 完了 我把你拿出生金额了 支付宝到账98万5200元 莫权 富豪 你考虑你拿了那么多钱啊 我我 啊你听我解释 我 这镯子到底是多少钱 六千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给这个问题 给你吃饭吧 支付宝到账50万 我名下 我偷汤城一饼的房子 送给你们 当新婚礼物 哪来这么多钱的朋友 有了三个月 有了三个月 收车装心120万 装的那辆跑车也是能买的 文婶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 你每天看着我手吃俭用的过日子 一定很好玩吧 顾少爷 我没有 你明明有钱 却装穷提防我 是因为在你眼里 一直把我当成败金虚伪的女人吧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看过 也从来没有信任过我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我之前的确误会过你 是这样的女人 但是后来 我都知道了 都是我自己小恩之心啊 我们暂时不要紧别人 我需要时间重新想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 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插手我的工作 还给你 来了 好 啊 你先把门打开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 安安 顾少爷 我和你这种身价几亿的人身份不一样 我还要上班养活自己 迟到一次扣五十 请你让开 如果现在告诉安安我的真实身份 他一定会更生气的 现在还不是坦白的好事情 其实 其实那些钱是奶奶给我的 我之前是怕你瞧不起我啃老 我才没有跟你坦白 那你也不应该一直瞒着我呀 我知道错了 我发誓 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向你坦白 对不起安安 但我不想现在失去 你不生气了 可以在我学上班吗 谁让你骗我这么久 自己想办法上班去吧 哎 老板你找我啊 走走走走 这个故事啊 说过了我们圣语 我们要派一些精英骨干去故事学习 其中就有你啊 好的老板 呃这个 啊 当时你可要在顾总的耳边 不夸一下我们圣 顾总一高效 我们圣语发展就 顺不顺手 老板 顾总怎么会听我的呀 怎么不可能啊 你可是顾总心肩 心里最看重的设计师 总之你好好表现 我看好你啊 嗯 好的老板我知道了 哎 嗯 那我先走了 加油 加油 哎 哎 哎 啊 哎 顾总 明年剩余的业务骨干回来公司报道 我特意观察过 夫人的名字就在里面 谁样的 欢迎洗了我身份怎么办 对不起顾总 我看你们俩和好 以为你已经和盘脱出了 那我现在通知圣语 将夫人名字出去 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查说我的工作 算了 通知后勤 连夜将公司所有 可能会泄露我身份的东西 撤下去 好的 等这次安安彻底细消了 再告诉他真相 来 大家 大家熟悉的话我先放一半了 我给大家介绍两位 这两位 是子公司来学习的同事 大家热烈欢迎 好 好 刘小姐 你坐这边吧 这边位置最好 刘主管 您不用这么客气 应该的 韩特助可是特别吩咐我 照顾好你 有什么事 你随时去办公室找我 一定是顾玉白 拜托韩特助关照的 哎 安安 你从圣语过来 你认识顾总的夫人 顾总的夫人在盛友上吧 对啊 之前他每天都骑电路车来送顾总来上班 两个人特别安安呢 我之前啊 在韩特助那偷听到 说顾总夫人 好像姓迪 不动 姓迪 你们公司 你们公司有姓林的吗 有很多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 你们知道顾总的全名吗 顾总半年前才从国外回来 平时很少露面 神秘得很 大家只知道他的一个名叫 Worley 那你们认识顾总的助理 顾玉白 认识吗 顾玉白 这个人我好像还真没听说过 不过秘书部和咱们设计部离得还是挺远的 人事调动什么的 我们也不太清楚 谢谢啊 会是我想多了吗 顾玉白和顾总真的没有关系吗 顾总 夫人今天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她好像对你的身份起了疑心 她都打听到什么 她打听到了顾总每天都是顾总夫人 骑电动车接送上下班 下班之前去买个几十辆电动车 停到公司的地下停车场里去 啊 快去 快去 顾玉白 你真的没有其他事隐瞒我 什么事 没有啊 你的电动车在哪儿我去退 你别装了 整个情侦上只有我一辆 早上的时候您只有我一辆电动车啊 可能是你来得太早了 现在顾总提倡绿色出行 所以基本上公司的大部分人都是骑电动车上班 就连顾总都是由顾总夫人亲自骑电动车送上班的 原来是这样啊 连安 你是不是有一心病啊 你的丈夫不过是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会是顾市总裁那种在龙川呼风唤雨的任务 在那边 那你在这等 顾哥哥 我从郭艾分公司回来了 我从郭艾分公司回来了 她是 云小姐请你自重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这么说 那你喜欢我叫你什么 是玉白 还是弯子 顾总半年前才从国外回来 大家只知道他的一位名叫 瓦雷 牧师的总裁瓦呢 贵吧 你果然还是在骗我 啊 啊 顾哥哥好像再也是个女人 啊 啊 啊 我之前没有坦白 是怕你在气头上 我不想你离开 放开 顾总 被你耍的团团穿的样子你还没看够吗 哄哩哄哩 你有什么我们家在说 家 真的有把那当过家吗 那不过是你用来演戏的房子罢了 我需要时间冷静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会把你做什么 我不同意离婚 你要是要想让冷静的话 你就待在这里冷静 难道说这场游戏你还没玩够吗 你放开我弄捅我了 对不起啊 关于隐瞒我身份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 你又想变什么故事骗我 顾月白 你放过我吧 我从来都没想盼什么高知 我要的一直都是简单 平凡 没有欺骗的生活 你们设计部门都是废物吗 连一份像样的设计方案都做不出来 简单上撒一把糠 猪都比你们管得好 我马上回去 让他们重新做 一看就知道和夫人吵架危险警报 这个男人今天绝对不能惹 董大 这本设计方案是连安做的 是的 董大 这个方案是他做的 你放心 我回去继续教训他 你敢 不用你多嘴 让他来到办公室一趟 林安 立刻 去总裁办公室追他 顾总有说什么事吗 什么事 方案做的这么垃圾 顾总都发火了 说是猪都比你写的好 还不快去 还以为他有多厉害呢 还不是被顾总发示住 看主管今天的样子灰头土脸的 看来顾总今天心情不佳 李安安呀是真要滚蛋了呢 顾总 如果您真的觉得我的策划案很差劲的话 我可以立刻走人 倒是不差劲 整体都很不错 也有很多创新亮点 只是因为对公司的基本情况了解不够 所以有些疲劳 好 那我回去修改 顾总 办公时间 我现在的身份只是你的下属 还是说你真的想逼我辞职 我只是想告诉你 策划案里的具体问题 关于市场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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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白 你算什么东西 敢坐顾总的椅子 你哪个部门的 对不起 我现在就出去 哎 你不用动 是我让他做的 你有意见 你居然为了一个小员工凶我 玉白 哎 林静 请你注意自己的措辞叫我顾总 不敲我的门 就闯进我的总裁办公室 你又算什么东西 现在给我滚出去 顾总 出去 顾总我也该出去了 哎 顾总 咾总 我已经到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顾总 对不起 在凌晨之前 我确实一致无忧 你是一个败心的女 所以才会一致装穷 隐瞒自己的身份 可是随着后来不断地相处 我清楚地认识到你不是这样的人 只是每次我想跟你开口坦白 我都因为害怕失去你 而不敢开口 安安 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也没有办法离开你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坤白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 安安 我已经托了律师 你的协议 把我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你的名下 请你相信一次我的真心 郭总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一会儿还有个约会 请你不要再纠缠我 不然我告你骚扰 我倒是想看看 我们是合法的夫妻 你要怎么告 郭云白 你个疯子又来这招 放开我 你把我放下来 李安 无论你愿不愿意 这辈子 你都只能是我郭云白的棋子 你疯了 骑骗我还不够 现在还想伤害我吗 我 对不起 啊 不死骗子 喂 夫人 顾总处的收获 刚为送到医院 了 他怎么样了 姑总 顾一般 你不是说你不会放手的吗 你起来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我们从头开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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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不许返回 没死 你又骗我 夫人 顾总是真的出了车祸 你真的伤到了 我不小心撞到了栏杆 手丝肠脑才发现 我买脑子都是你 你再过一次几位好不好 可你是牵一副好 我只是个小员工 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两个人要是你 要是走到尽头 只能说明是缘分尽了 跟身份没有关系 无论我是总裁还是普通志愿 该分开的还是会分开 相反 会在一起的 就注定在一起 嗯 嗯 重新接受我好吗 重新接受我好吗 嗯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耶 恭喜顾总和顾总夫人 重新接受我好 我 还要 抱这么久 你胳膊不疼啦 不疼 之前都没有履行过丈夫的职责 今天是不是可以全部补上 顾玉白 你这说什么虎狼之词 你这说什么虎狼之词 别闹 我上班都要迟到了 会被骂的 你是总裁夫人 谁敢骂你 我不想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 受到特殊的邮带 明白 我们可不可以不公开 行 得以你 不过 夫人现在可不可以多陪我睡一会 对不起我迟到了 站住 迟到了半个小时还有脸来 就是还不赶紧跪下给林经理道歉 刘主管 就算我迟到了 按照公司的制度也只是扣钱 凭什么要我跪下 哎呀 一张口就是一股骚弱 你来故事就是为了够一男人的 林经理早上没刷牙吗 嘴这么臭 坚持 就算你是精力 也不能随便动手大运功 哎 李爱 你自己迟到了 还敢对林经理怀手挺嘴 你是想滚出故事吗 我看想滚 是你 竟然敢欺负 哎 顾总 是我迟到了 所以刘主管跟林经理才训练 我继续说 啊 对对对 林安他自己迟到了不说 还对林经理不敬 我才教训了 顾哥 顾总 你看我手都轻了 设计师经常为了公司 辛苦加班到半夜 迟了半个小时怎么了 以后整个设计部门 都可以玩了半个小时 顾总 顾总 你看顾总你好帅啊 一句好点改了公司制度 多亏了安安 以后能多睡半个小时了 顾总 你只在偏袒他 你活动部门主管 你活动员工 要是传出去 说我故事职场罢了你 造成的不良影响 你承担得起 再以下子 立刻做人 知道了 知道了 李安安 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水 啊 啊不好意思啊 你你没事吧 啊我没事 你是设计一部的 李安安 你认识我了 秦铭设计二部的 多亏了你啊 以后我们公司所有的设计师 都能堆睡半个小时了 哎 那个 有时间我能进去吃饭 不用了 那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真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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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对我消那么好看 那一定都会好看 一定都会好看 贱货 什么男人都勾引 等顾哥哥看见这些照片 你就不信他还护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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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时间 还在走我们的老狗 去 查说他是谁 把他的工作量给我翻倍 吃醋的男人 真小心眼 有我的外卖吗 还有 不是说过电饭 哪有 喂 你不是说我的外卖到了吗 可我没看见棋手啊 你往电梯那边走走可以 没有啊 喂 顾宇白啊 想挂了 别动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你们快放开我一会儿让其他音乐看我怎么办 这里是怎么在的专业店里 不会有其他人来 那我抱着你冲一会儿点 冲电 抱着你 就好像所有工作的烦恼都会消失了 那你事 我一会儿还有一座会 就没办法陪你一起吃了 午餐我就给你送到宫位上 好了 我先再送你 那我走了 走啊 好 那不是李安安吗 他怎么从顾总的电梯里转 上次他知道顾总还护着他 他不会就是顾总的父亲吧 好心 好心 像他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女人 怎么可能是顾夫人 也是 他那衣服浑身上下都不超过二百块钱 顾总怎么可能要这么穷算的女人呢 是啊 宁静你 说你是顾总的父亲我还信呢 说他 没人见过顾哥哥的气息 不如就让我当子上 反正那个位置 迟早也会是我的 其实 我就是顾哥哥的夫人 隐瞒身份 只是不想太招摇 但李安安 他好像对顾哥哥有其他想法 各位你别人老公 真下贱 林经理 我们一定会好好把你收拾李安安的 我先把李安安这个恬不知耻的心机女彻底解决 再找出谁是真正的顾夫人 把她赶走 站在顾哥哥身边的人 只能是我 小脸 安安 安安 您没事吧 你们想干什么 还敢呗 你啊 你这下贱 连别人老公都敢抢 把话说清楚 我抢谁老公了 人顾总都结婚了 你还想赶着去勾演 你也不拿镜子照着 你这种嘴 你怎么能看得上 这家餐厅 不是只见得身家千万的口 李安安怎么可能吃得起啊 李安安 你不会穷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吧 居然偷外卖 你在这胡说什么 这是我老公给我点的 有老公还勾引别人的老公 你真是见证之戒 你懂什么 他老公肯定又丑又穷 所以啊他才想又偷人 又偷外卖 冰铁餐厅的客人 都是千万身家的大路 你和你老公两个臭打工的 能吃得起吗 还是外送 这家餐厅外送费都得上千 整个公司能订得起这家餐的 就只有顾总 天哪 李安安 你勾引顾总不成 你也居然偷人家的外卖 哎呀 真替你扫头 不过也可怜你啊 没吃过这么好的饭 只要你趴在地上吃完 我就答应换过你 这就对了 不要介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人呢要有自知之名 不认识吗 好像你这种人 注定只能当一条狗 来 高级的笨配上高高在上的力小 也不算美俊的啊 你居然敢這麼對我 我要讓你在籠上活不下去 你啊你敢握他顧夫人 能不能開車吧你 哈 顧夫人 什麼林經理是顧夫人 之前就聽說 顧夫人是姓林來的 可是 不是聽說顧夫人之前 在甚女上班嗎 這林經理 你明顯才是從國外回來的嗎 對呀 我就是顧夫人 你一個小小的設計師 居然敢對顧夫人動手 馬上滾出故事 那我們就看看到底誰滾出故事 顧總之前在你欺負我的時候 可說了再有一次 就讓你滾出故事照照鏡子吧你 真以為顧哥看得上你啊 對 我就是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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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能力 整個設計部 只有黎安的方案脫穎而出 他是故事最優秀的原因 你們不向他虛心情重學習 居然在這裏氣如霸凌的 顧總 都是因為您啊他對顧夫人不敬 我們才能支持他 是啊 顧夫人你快說句話呀 是你告訴我們 黎安公園顧總 我們這才幫你出氣的 雲姓 你居然膽敢冒充過我的 你也配 原來 林經理是冒充的顧總夫人啊 我沒有冒充 是他們理解錯誤 黎安明知道你有家事 他意圖破壞 他只是不知廉遲的小三行為 你不知道內心 就不要站在道德的至高領域下 顧哥哥 你不要被這個女人蒙騙了 他就是個騙子 他還偷了你的外賣 冰鐵餐廳的餐品 怎麼是他一個約七八千的 小設計師交給得起的 這是我給他買的 而且誰說了 黎安安是一個小設計師 從現在開始 他就是整個設計部門的主管 而你和林心友 立刻給我滾出故事 你最愛吃的森策魚 快上茶 玉白呀 從小到大 都是用人服飾 廚房都沒有進過 現在為了你啊 都學會做菜了 真的很疼你啊 你知道 奶奶 安安是我的妻子 我自然應該等她 當初是誰嘴硬說 絕對不可能會愛上安安 現在臉 疼不疼啊 廚房還有個菜我先去哪 看在爺爺的面子上 顧奶奶肯定會幫我 顧玉白 你甩不掉我 顧總夫人的位子 遲早會是我的 來 李安安 你怎麼在顧奶奶家 啊 這是誰啊 顧奶奶 我是新陽啊 您忘記了嗎 哦 老林家的孫女 哎呦 都長這麼大了 顧奶奶 这个新金女怎么在您家呀 她天天在公司 变着华阳哥也顾哥哥呢 还想破坏顾哥哥和嫂子的感情 林经理 你是觉得光在公司被打脸不够 还抛我家自取欺辱来了 她还想离间我和顾哥哥的感情 害得我被辞退了 你没病吧 安安就是玉白的老婆 我怕不得她呀 多勾引玉白 早日啊 给我生个大胖虫孙子 能生个双胞胎呀 更好 奶奶 这种胖怎么在那儿 李安安是顾哥哥的老婆 这怎么可能 还是我下斗求算的女人 怎么骗进顾家 我离家开始门到户队 闭嘴 丁星瑶 光是辱骂顾氏夫人这一条 我就可以让你整个人家小事 心瑶 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 这次我不追究你 能进顾家 最重要的是品行 你绝对不配 安安 送客 顾奶奶 你听我解释 请吧 奶奶 林香她三番四次的虚弱安安 我们就这么放过她 她爷爷毕竟对我有恩 最后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要是她不肯悔改 届时 你怎么处理都行 奶奶这么做 你可觉得委屈 我相信奶奶这么处置 最有您的道理 奶奶呀 没看错你 好了 咱们吃饭去吧 奶奶呀 等着尝你小子的手艺呢 吃饭吃饭 快吃饭 好喝吗 好 你怎么了 不会是怀孕了吧 不是不是 老公 你这个汤 确实有那么一点难喝 嗯 好 你 你都喝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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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喝吧 哈哈哈 不吃了 不是那坏 来 来吃饭 哈哈哈 吃吃吃吃 我先走 过十分钟你再上去吧 不能让公司其他同事发现我们一起到公司的啊 难道你老公就这么拿不出手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给我一个免费 咱想想吧 反正不是现在 不吃饭 再等等嘛 等我的能力成长到能站在你身边了 我们就公开 那我先走了 老公 你 你 黎安安 就算你是总裁夫人又如何 有我爷爷对顾奶奶的恩情在 顾奶奶还不是让我回来呢 爷爷爷 设计二部反映 这个勤明有近日方面的问题 好像是有偏执妄想症 要不要撕虑他 你真香啊 真香啊 对我想要那么好看 一定会好看 一定会好看 不用开除他 把他调到设计一部 黎安安那组去 是啊 林经理 您找我 秦明啊 设计一部可是公司经营最多的部门 你可以好好干 谢谢经理 嗨 你应该谢的是黎安安主管 是他主导要求把你调进来的 我看他 对你的事情特别伤心 好像 挺喜欢你的 喜欢我 我就知道他肯定喜欢我 不会辜负你 黎安安 让你到处勾引那 惹上这个变态 看你有什么好果子吃 不是 没办法 最容易喝酒 对 你怎么不肯定 我怎么不肯定 卡水 拉得我 你不肯定 我别人 分类 你不肯定 也不肯定 的哎正好天氣冷啊 我給您買的奶茶 那謝謝了 還不客氣 哈哈哈哈 沒沒你你你忙你忙 這小誤會啊 遲早有一天變成大誤會 黎安安 你就等著給我讓位 顧雨白你真是刪了我 也 會議暫停 這是黎晰基地發給我的 又是這個男人 把他的林信陽那個 比起給我調到海外公司去 是 顧總您去哪會還沒開完找老婆 他急了 你怎麼突然來我們辦公室了 顧總你肯定是來找安安的吧 你是顧總的悔蟲啊 顧總那沒發話 你知道 我就是來找你桌子 把你桌上的一些 瓶瓶罐罐的化妝品給我收起來 好好工作 顧總 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只是順便過來看看 設計部的工作辛苦 平時工作辛苦了 像這種廉價又發泡的東西 就少喝 韓特叔 以後設計一部所有的下午茶 都往冰田餐廳送過來 好的 真是錢多收的 是那個客户身家都上千萬的冰田餐廳嗎 謝謝顧總 李主管 你可真是我們部門的幸運心 跟著你還能吃上高檔餐廳的下午茶 那個 下午有個重要的客户來 李安安 你跟我去一下 好 李安安 為什麼你對她也笑那麼甜 以後我要把你鎖起來 這樣你就只能對我笑了 哈哈 哈哈 嘶 嘶 啊 秦明啊 你有事嗎 啊 也別隱瞞了 我早就已經知道你喜歡我了 我也喜歡你 秦明啊 你是不是都誤會了 我已經結婚了 也不喜歡你 請你自重啊 你騙人啊 你故意把我調到你的部門 然後他每天對我笑的那麼好看 你不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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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人事不調你過來的不是我 有病就去治別在公司發 有病啊 就是說我喜歡你啊 你不看他狗樣子吧 你明明竟然關電院 怎麼還放出來 回來 我沒有命啊 你就這個騙子 你不喜歡我 為什麼都不成功了啊 啊 說話 說 說話 你不要 我不想把時間老大 請你明天主動離職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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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憐啊 一腔真心 偏偏偏給了黎安安這個見證 你也騙我啊 你說她喜歡我的 還說 她主動讓我去她的部門 設計一部啊 是啊 她親口說她喜歡你 讓你來她的部門 現在勾搭上了顧總 所以死不承認了 像你這樣窮酸的打工人 和家事顯赫的顧總 她當然選顧總 李安 辦一切的親人 行了 我一定要親手毀了 哈哈哈 李安 毀 李安安 就算我要被調走 你也別想安生 你 知道了 奇怪我手機呢 小玲 小玲 在這 我 我是不是在哪兒 那我回來呢 媽 你就別這麼長了 今晚上 你就會成為我的女人了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動我 老公不會瘋了 嗯 我老公還要勾引我什麼 啊 我 有病啊 我沒勾引 閉嘴 就是一個愛錢的賤女人 我勾得上勾了 現在又嫌我求是嗎 賤 把你給放 我讓大家看 拜金女的瞎 你去找我 廢物還能在你去找 我必須要見到夫人 肚子你看 弟弟在什麼 啊 出手 啊 老公 群 我來玩 啊 说 明白 秦铭已经处理了 王生的视频也及时拦截删除了 秦铭说 唆使他的人 是林青阳 那应该怎么说 老夫人说你一切也能做出 今天之后 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想听到或者看到 关于林家的任何消息 这是全球封杀林家了 真是一人做死害死全家 这林家算是撤离完了 至于林新阳 今晚安安遭受的所有 我让他百倍千名的提议 你知道 我已经在这里了 对不起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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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昕 母亲 母亲 不怕了 我在 黄农翔 我掉到巡洋县 再你理都不理我 我害怕 你以后要是不爱我了怎么办 我故意白发誓 我却一辈子 只会爱恋爱一个女人 若有一次事 胜败于她 不得 不许说 相信你 我故意白这辈子 只认定你李安安 是我的妻子 我也只认定你一个人 不许说 你还发热烧的 你聊个休息 我想让你陪着我 那好 但是你不能再聊过我 我才没有呢 谁家 外婆 我 我终于找到 那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了 我自己喝吧 不行 医生说了 你也多休息 玉板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安安把婚礼给办了呀 该让整个龙川的人 知道我顾家的媳妇是谁 别再瞎了眼 欺负到安安头上 就得看安安的意思 老婆 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一个米粉 我才刚升主管 就关开我们的关系 公司肯定会有很多议论的 再等我吧 哎呀 不管怎么样 先把婚纱照拍了 挂家里 至少能照视你的主权呀 好奶奶 早点拍了啊 再说 快点 这架子两预的 高绫婚纱撑唱在夫人身上 真是意义社会 我老婆真漂亮 可我什么时候 才能正大光明地把你对外宣告 哎呀 嗯嗯再等等嘛 走我们先去拍照 来 顾总放心明天过下掉就会碰到你了 一会 今天所有的照片 是 交代给你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顾总 明天的事你一定会入院 为了要个名分顾总可真费尽心机了 这个季度的工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尤其是设计 在主管连安的态度下 完成的十分处刺 帮助公司 在国外拿下了许多重要的可以 新的一年 公司打算 继续加大运动 开拓海外市场 这里 这里是过去几年海外市场的一些详细调研报告 上边那是顾总老婆吧 可真漂亮啊 不过 顾总夫人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啊 感觉好像在哪儿 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不是眼睛花了吧 你怎么出现在顾总的婚纱照上 是啊 我怎么出现在上面 可能是长得像吧 长得像 关电话 华前主委 应该是韩助理 别人送文件去啊 你还不赶紧关掉 把视频打开 顾总 你真是洗净呢 是 怎么还没有关掉啊 看不出顾总拉莫的面屏三人 又笑得这么温柔的时候啊 是啊 顾总和夫人真是太恩爱了 爸 我越看越觉得 你不会就是顾总夫人吧 完了 事已至此 我也不瞒着大家了 没错 我就是黎安安的老公 恭喜顾总 祝咱们顾总和顾总夫人 百年好合 你们都说错了 难道黎安安不是您顾总的夫人吗 这又是什么狗血情节啊 黎安安 才是顾市集团真正的控股人 所以你们应该称呼他为 李总 而我 是李总的老公 恭喜黎总 让咱们祝黎总夫妇 早生贵子 白头到牢 你不用客户这种 光是口头上的承诺 我觉得不够 我想让你彻底安心 以后 你就是身价牵润的大老板了 我做你的成员工 李总 你以后 可不能抛弃我呀 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欢迎订阅周二桃子剧场 每日更新最新短剧 李总